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探究竟 在高清县魏陵宫村北 大约200米就是魏陵宫墓 根据目测来看 风土高大约有五六米 1895年黄河绝口水沿魏陵宫村 当时200多名村民未避避水患 就都住在了墓顶 并且非常宽松 可见当时墓种的风土真的非常大 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墓主人 史记魏康书世家中记载了魏陵宫出生时的传奇 说魏陵宫的父亲魏乡公有一位妾 在得到湘公宠幸后就怀了身孕 一天他做了个梦 梦里有人对他说 我是魏康书 你的儿子将来必定成为魏国国君 我给你的儿子起名叫做袁 后来湘公的妾真的生了一个男孩 于是他把袁来做梦的事告诉了湘公 湘公很高兴 认为这是上天的案板 后来因为湘公的正房夫人没有儿子 就把袁立为湘公的继承人 这个就是魏陵宫 魏陵宫在位42年 虽然他的知名度不能和春秋五霸相比 却也屡屡被史家提及 被载入史册的 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绩或者国事 而是与他的老婆或者宠臣有关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人 那就是孔子 当时的鲁埃公非常自负的问孔子 依你看现在国君当中谁最贤能 孔子是这样回答的 最贤能的国君啊 我还没有看见 不过相比之下 应该就是魏陵宫那样的 孔子现在称魏陵宫是一位直追尧顺的贤君 但是后来啊 孔子的一句气话可把魏陵宫给整惨了 晚年的孔子到了魏国 却受不到魏陵宫的重视 他一时激愤便说了句 为魏陵宫之无道 这句话被孔子的弟子写进了论语中 所以啊 魏陵宫的名声一臭晚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论语魏陵宫42篇》 因为从这里边有不少经典的语句 演变成了成语或者俗语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就是这里边演变过来的 再就是无为而至 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 道不同 不相为谋等等 当然在史料中 最备受争议的便是 子见男子 这里的子啊 说的是孔子 见就是见面 男子啊 是魏陵宫的媳妇 比魏陵宫小个三十来岁吧 然后一个非常貌美 娇艳 并且弄权 而且啊 生活不太减脸的美人 其实见孔子啊 没什么大不了 各国啊 都在见 但是唯独这一次啊 是让人猜疑最多的 因为啊 这个孔子见这个男子的时候啊 这个史记给记下来了 并且记录的非常简单 前半段给大家翻译成白话 就是魏陵宫的妻子 男子 非常敬仰这个孔子 就请他来 孔子啊 首先是辞谢的 但后来去见了 史记中再往后的桥段就非常的经典了 说的就是妻子在吃围中 孔子入门 然后北面骑手 妻子在围中再败 最经典的就来了 环佩玉生求然 说的就身上带的 就哗啦哗啦响 你说你见个面 你身上哗啦什么 就跟今天这风一样的 风吹的这树叶啊 也是哗啦哗啦的响 所以啊 人们就开始产生了猜疑 并且史记啊 虽然说把这一段记下来了 但是啊 记得太简单了 关于孔子和男子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都不知道 一般的碰面 这个史记啊 肯定不会记下来的 然后再一个 一般的碰面都有陪同 而这一次啊 只有孔子和男子 正是因为史记的这种简单的记载吧 就让后人产生的猜疑 就是司马迁虽然说把他记下来了 这个语言也非常的简单明了 但是里边肯定是隐藏了什么 具体隐藏了什么 各路大神啊 也是众说纷纭 我只知道孔子到魏国前后共五次 并且啊 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可见孔子在魏国啊 确实非常的失忆 这只能侧面的反映出孔子见男子的心理活动 但是具体他们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到现在也是没法考证了 就在子见男子发生后的一个月 魏灵公与夫人男子啊 同坐一辆车 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 并大摇大摆的从街市上走过 其实啊 魏灵公和男子都将孔子当成了一种政治资本 用车载着孔子招摇过世 而孔子也意识到民众看的是貌美如花的男子 而不是自己 发出了一句五魏剑浩德 如浩瑟者也的感叹 最后啊 对此感到厌恶的孔子离开了魏国 当然子见男子是发生在孔子第二次去魏国时 时间线在返回魏灵公身上 招公二十年 齐豹 北宫喜 楚师普 公子朝 四家在魏国叛乱 他们杀了魏灵公的兄长 把魏灵公逼得只能逃亡 后来北宫喜杀掉齐豹 魏灵公当晚就赶回国都 与北宫市定下盟约 第二天啊 魏灵公又跟国人蒙事 仅仅用了两天时间 便迅速稳定局势 那一年啊 魏灵公只有十八岁 而且自那之后的二十九年 魏国再无内乱 即便是有啊 也没有成功 魏灵公能平定此次内乱 北宫市啊 毫无疑问是最大功臣 北宫一族迅速成为魏国第一大士族 随着北宫势力越来越大 大到魏灵公都快要压制不住的地步 为了除掉北宫市这个心腹大患 魏灵公暗中与齐景公密谋 他决定让北宫家主北宫节聘齐 然后齐国故意找个借口扣留北宫节 并发兵魏国 这个时候啊 他在出面说和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除掉北宫市 另一方面又可以不令其他大臣起义 最后魏灵公按照计划一步步啊 除掉了北宫市 这也能看出来魏灵公啊 确实也有两把刷子 在春秋时期 魏国啊 只是一个弱小的诸侯国 常常被迫与晋国结盟 并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 当时的魏灵公并不愿意长久出于这样屈辱的地位 于是便与齐景公缔约结盟 从而断绝了与晋国的关系 当时的晋国在赵央的管辖之下非常的强悍 即便是齐国也不敢与之争锋 因此啊 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 以迫使魏灵公屈服 在出发之前 赵央派遣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 并命令他在一个月之内回国反馈 不料一个月过去了 史墨并没有暗时回国 这家伙啊 赵央黄了 在赵央看来 既然魏灵公感同晋国断绝来往 就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因此啊 绝不能草率行事 坚持等史墨回来之后啊 再做考虑 半年之后啊 这个史墨终于回来了 赵央问他 为啥在魏国耽误这么长时间 这个史墨说他需要时间打探消息 并且告诉赵央 千万不能出兵攻打魏国 因为出兵攻打魏国 必败 然后他给这个赵央说啊 这个魏国已经任用了原来被陷害的瞿愿 当了相国 所以魏灵公啊 在魏国收获了很大的人心 并且魏灵公向他的国人说啊 只要家里有姐妹女儿的 必须要抽搐一人 献给晋国当人治 然后为了更加坚定这些人的抗尽心理吧 然后他又对宗室大幅说 也需要把他们的女儿献给晋国当人治 当时啊 那可是哀生一片啊 然后等到这些人要被送去晋国当人治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起来反抗了 就说不能把他们送走 只要是晋国赶来犯 每个人都和他们死磕到底 并且这个史末也把这个孔子在魏国的事情告诉了赵央 然后又说这个孔子的弟子啊 子贡在给魏灵公出主意 所以啊 赵央中和所述 然后就做了一个选择 认为现在时机不太成熟 所以啊 没有出兵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魏灵公非常经典的舆论战的案例 然后这一个事件也被记录在了吕氏春秋中 后来衍生出来了一个成语 叫做暗兵不动 作为机姓诸侯 魏国上层啊 是以宗秦为主的周人统治者 底层百姓则大部分是殷商移民 双方之间是有一定隔阂的 然而在魏灵公精心的舆论安排之下 民众的情绪啊 被调动了起来 不过赵央最终决定按兵不动 那么魏灵公这一系列的优势也就没了用武之地 再看男子 男子啊 生性比较乱 魏灵公从不多加制止 魏灵公也很纵容男子 但是魏灵公的儿子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 就要刺杀男子 但是这场刺杀最终啊 以失败告终 然后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操作 最后找到了赵央庇护 这个人啊 就是太子快馈 公元前493年 魏灵公想要立邵子颖为太子 公子颖推辞不受 也就是这一年魏灵公去世了 公子颖却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了太子快馈的孩子叫姬哲 于是姬哲即位 这就是魏出宫 当然后来啊 这个快馈确实把自己的儿子赶下了台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魏后庄公 魏灵公在位42年后死去 至于死于何地 葬于何处 实际啊 没有记载 但在庄子中却有一些描述 魏灵公因为占卜的原因 觉得葬在原来的家族墓地中啊 不吉利 所以啊 就葬在了一个叫沙丘的地方 所以沙丘就是魏灵公的第一处墓地 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广东大平台 而魏灵公第二处墓地啊 就在咱们现在所处的魏灵公村 至于魏灵公为什么会葬在当时的七国地界上 没有资料可以查询了 至于哪里是真墓 也是没法考证了 我也是接地叙事 不变真假 那么看着这束古墓给您讲的魏灵公的故事啊 我们就算搅弯了 好了 背后的魏灵公墓啊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